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第十九届三星车险杯世界围棋大师赛双败淘汰的小组赛最后一轮 是的 崔哲瀚九段与唐卫星九段的对局 他们俩呢很巧啊在这个比赛也是第二次相遇了 对他们是分到四个人分到一个小组里面 然后这个是他们俩是第一场就是直接对话 然后当时就是唐卫星 对亲手把这个崔哲瀚送到了败者组 那么我们有一个现场画面我们稍后进入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他们当时三星杯的这个比赛现场在青岛 应该是 那么上面的照片都是之前比赛的各界冠军 可以说是不是棋手们在这种环境下比赛中呢也会更加激发出他们的斗志呢 对 那么这是李氏十九段与许家阳 这是连校 好那我们就一起为大家带来这番对局 好 这盘棋呢是崔哲瀚九段之黑 苍卫星直白 对小木 下出了一个好像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错小木的一个开局 它下面是新的 下面是小木 是这样 这个开局可以说是在大概九十年代的时候 好像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开局手段 就是这样可以迅速的利用两个小木加一个无忧角呢 非常快速的就获取了大量的实地 但是这样其实 这个布局下的比较多 对拖退 然后现在这里先二路拖 对 那这个拖呢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适应手的一个手法 那么黑棋意思就是 这个里面的下法也很多 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几种 它的意图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要是白棋简单先在右下完成这个定式的话 黑棋跳 那么等白棋拆边的时候呢 就给黑棋留下了一个拆儿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好点 那么拆儿之后 白棋 还得接着补 还得补一手 对 因为补补的话 里面有一个问题 不然 对 有一个点 对 那补了之后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格局吧 对 但是这样总感觉被黑棋先手拆到一下 白棋心情上有一些不满意 那么白棋这个拖呢 它的意思就是看看你是什么下法 如果要是你把我吃掉 我们看 这里有一个断 断 对 黑棋打吃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么一个开局 爬 白棋接着长 黑棋再爬 白棋长 黑棋呢再退回去 白棋先拆手 对 黑棋跳 白棋再拆回 对 那么下周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局部也是流行了一段时间 这个下法 局部也是两分 那么跟刚才这个区别在于呢 就是白棋同样是一手棋啊 就把这个 这个柴边跟上面这个柴 等于就是 同时就下到了 那么这样黑棋还是获得先手 这样其实局面也是一个 两分的一个一个进行 也很正常 是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棋是 是三星杯是韩国规则 是贴六木板 六木板 所以说可能因为中国是大贴木 是七木板 也许可能其他人认为 就少贴一木棋 我就可以下一些相对简单一点的 这么一个布局 而且这个布局好像突然间 最近又流行起来了 他们很多年轻年轻棋手 也都在这么下好像 最近都比较复古 对 潮流比较复古 好 白棋虎 虎一个 黑棋跳 白棋拆 那么是不是拖过了这个拆边 通过这个切手拖完之后再拆边 就是黑棋这个拆 就显得没有什么心情 价值比较小了 显得 如果你要还是这么拆一下 很乐意的不住 对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个拖就便宜了 明显是有得分的感觉 因为下一步再往里一搬 这里面只不留下了一个活棋 是的 搬黑棋顶住 白棋就一立 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 这个脚步是一个活棋 黑棋拐 白棋在一户 那么这样可以看到 这个拆就显得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而且黑棋局部显得非常的重复 对 非常拘束 那么像这样显得这个局部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那么黑棋下一步在左边 大飞挂 那么这个棋 白棋现在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选择 它实战中就选择一个最简单的小尖 我们经常看到大飞挂都是在白棋 好像这边是一个比较厚的情况下才会去远一路的挂 远一路大飞挂 这个时候大飞挂它是有什么想法的 它的用意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要是我们经常看到棋谱中 这地方下面有个拆边 可能这个角可能还是白棋的 那这个大飞挂其实就是担心 你一旦要是在这边挂紧的话 白棋通过拆边这个子力优势 它可以加工 这样形成作战的话 三打一形成 对 局部并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结果 对 黑棋是比较吃亏的 所以说它要大飞挂远一路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 其实大飞挂它也就是一个 也就是众多挂角的其中一种 现在应该是挂哪个都可以 想会不会是他觉得这条边价值不太大 价值不大 所以想尽量往这边开拆 对对对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想法 那所以说白棋这个时候 很想从这个地方其实加过来 不管是加在什么地方 就算是一件地价 那么黑棋就拖 对吧 我们想 迅速摆一个比较 这是一个局部 常见的定式 打持一粒打出来 那么这样其实白棋呢 也完全可以这么选择 这个我们也可以向爱好者推荐一下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定式 在这个局面当中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黑棋就白就接一个 黑棋这个跳呢 首先下面是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形状 但是它坚实它有力肯定有弊 对 它就说它的接下来的发展 不会有很大的空间 那么你让黑棋全部集中 把子力集中在下面呢 那么黑棋的效率其实并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 那么这个结果是黑棋不太满意的 这个结果 怎么说呢 局部来说黑棋是可以满意的 但是现在白棋 它把棋都下在外面 我觉得也 也完全可以接受吧 但这样可能也是一个两分的一个进行 应该也差不多 只是我觉得这个白棋这个夹红也完全可以选择 那么唐伟星呢 它也是风格也是比较偏向于比较喜爱实地 所以说它也是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小间 小间 那么接下来一部棋 随着焊下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变化 它是拆在这个地方 三线 普通我们如果了解的起油啊 可能会看到都是拆到高位的啊 形成一个高低搭配 高低配合 形成一个 也有可能是拆个二 拆个二 对 这样是更坚实一些 对 但是好像拆在星下似乎 看起来非常少见 因为你要是拆在上面呢 如果你要是还在上面打入的话 它可以轻松地把排气盖进去 对吧 这个也是一个高低搭配的这么一个用意 就是不怕你打入 但是同样它也有问题 它就是你要拆在上面 把排气逼的话 可能它觉得 这里这个位置不如这个位置 对 同样的话它觉得不如这样 而且这样可能 所以黑气以后要手控的话 可能难度比较大一些 对 好 那么这个低拆在我的印象当中 好像中国的王雷六段 好像是最先下出来的 这个低拆 它意思就是 你要是打入 那么它就 比如说简单 现在上面 看清了 对 先开拆一下 先拆一下之后 然后你比如说这边走一走 那么它继续在中间形成一场战斗 那么可能本身黑气也并不是很怕 它的意图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拆边呢 其实是更注重这个局部的这么一个效率 因为如果你要拆二的话 可能被逼住 觉得这个形状有点趋处 最后形成的形状就是 就是一个 看起来不是很舒服的 太窄了 中间 还要被白气劲刺完 可能还要再飞下去 对 那么如果要是 实际上逼住呢 可以看到黑气再跳起来 那么黑气在这个地方呢 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形状 这个也是 崔正汉 就是想把这个气下的 更有效率的这么一个想法 然后实际上白气在上面小飞 这个同样 他觉得 你要是再在下面继续拆二的话 那么显然下边的价值呢 似乎并不是很大 对 因为黑气 就是这个定势 对 之前黑的跳出 你已经完全限制了下面的任何方法 底下价值就不大 对 所以说他先在上面先抢一手 这个思路也是正确的 那么你如果要是就简单小飞一下 那么白气就算了 白气就飞了 对就把这个地方简单处理一下 对就看清了 这下面就其实就没什么价值 对 那么既然你不走 下边黑气直接逼到头 这个也是很有心情下的一步 因为你要是被上面白气先抢一步 然后你没什么反应 再让白气把这个飞过来的话 好像这个似乎 气势上就显得不太足 因为这个地方应该是两个人各能走到一个 那么既然你飞上面 那下面这个逼住呢 是很想下的一手 而且如果一旦你要是脱先 今后被黑气这一尖 挡住 挡住就接着小剑 只有挡住 然后 那这个形状白气就非常的委屈 脚里面似乎还有点余味 对 哪怕就再尖一个 你这里面是一个金龟脚 可能你要完全做活 还要再补 那这样 明显白气就实在是太吃亏了 对 外面都让黑气包住了 黑气外面非常的厚 那拦住之后 白气应该是要想办法在这里出头 因为 突围 因为本手其实还是小飞一个 小飞因为自己联络比较好 但是既然逼到头 那白气肯定是要靠出来了 这样也防止黑气进一步的这么搜刮的一个手段 是 黑气退 白气也退 这也成功的出头了 对 那这个地方就 这个变化其实也并不是很常见 那么我们也只能从它这个实战中呢 看一看这个结果 那如果其实黑气要是选了这个斑呢 看起来比较的俗 对不起 因为你好像凑着白气尝出来了 正好穿着像眼 对 那其实就斑一下呢 自己再回瞻 我觉得也 无不可 是吧 因为这样下一步 毕竟我有一个斑断 那我得补断点 对 那你回头看你这个刺啊 其实也很俗 你跟我这个斩的交换 把你这里都撞得很厚了 对 这样本来就是说我先去搬一下 先走一个看起来比较酥的 然后 引出你这下一手机 你也不好走 其实可能也是一种下法 因为这样 实战中它单退 白气这个形状就彻底走好了 白气退 然后你黑气再拐 白气再靠出 嗯 其心没有吃亏的地方 相比于刚才 这样 其实我觉得黑气 也可以考虑先搬完 再自己粘回去 也是一种可行的下法吧 嗯 那么白气靠出的时候 它显然是不担心 黑气挖断的 对 嗯 如果你要挖断 就有着重计的感觉 挖它感觉是要打直 是的 这个打 这边又打出来了 对 那这个黑气是 嗯 也不太会选择这个挖断 但是 如果要接着下 好像已经失去了 下一步的硬手 比如你跟着长 被它这么唬出去 好像似乎也 也比较的无聊 那这个时候 白气靠的时候呢 黑气这个时候选择了拖心 那么也是 嗯 下不好的地方 就先锁性先不走 看你看你想怎么动 如果你要是简单唬一唬 那我也就算了 我也就唬一个 就跟着你硬住 这样呢 他觉得白气意思也不大 嗯 就是 率先抢了一个 对 因为这部气首先是 可以说很明显的一个大厂 如果要是这一张 装起来了 被白气不管是 二肩跳呢 或者还是更狠的肩冲啊 那黑气下面这个 逼下来的价值就 就太小 所以这个是 跟这个逼下来是配套的 这么一个扩张的一个手段 基本上 比较连贯啊 对 那这个时候 等于 难题又抛给了白气 转白气 点这个 局部 是个好手 他意思如果要是你接住 嗯 第一杆是接 第一杆是接 那么白气这个时候 再 先挡一下吧 先挡一下 挡一下 然后我肯定要连回去 然后他再虎 他通过这几个交换 我要扳起来吗 对 基本上你上面肯定是要扳的 这样的话 我通过这几个交换呢 我这样一飞 有可能可以把你这样 照进去吧 就封进去 封进去 这样我这几个交换 明显是得分了 因为本身单板 你肯定是要唬住 然后直接就 就这么贴住 这样 不太好封锁 对 眼形而且好很多 木树也好很多 而且这外面容易出来 是的 嗯 那这个封住之后 可以跟黑气 为那么大相比吗 嗯 这个 因为黑气毕竟前面 先抢了一步嘛 对不对 这个抢了一手 我们 也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是白气在 白气在跟着黑气 要走的话呢 那首先肯定是 是慢了一拍 所以说白气也没有办法 也只有先选择 把黑气先封进去 就是 然后跟黑气抗衡 通过封住之后 上面 刚才那个图上面一飞完 可能下不再抢到上面呢 白气左上也是 很可观的这么一个势力 也是有所挽回 嗯 是沾的点刺 没有 黑气是 没有沾 对 因为他们这些高手 对这个气势啊 看的可以说是非常的重 你想走成什么 他们基本上不会让你如愿的 虽然说 可能哪怕 本身稍微吃一点亏 他们也在所不惜 所以你要尽然要点我 你想让我接 那我肯定先逼人 先冲出去 冲 这也是高手相征啊 一步都不能退缩 先挡 白气断 打吃 这不是个人 没事 其实 你看 这不是一个人 这不是一个人 它是太多了 什么人 所以 那不是一个人 保持 这不是一个人 我这不是一个人 最好 我这不是一个人 我这不是一个人 的 没有 这不是个人 所以 不客气 这是 我这不是一个人 就算有什么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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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小飞或者小尖 好像下边似乎黑棋都比较危险 是的 所以这个点是先手的话 那这一冲 就可以把我蒸死了 对 冲了再一蒸 那么这个暂时这个靠段呢 还并不是很成立 但是黑棋 因为白棋自己形状本身也并不是很好 所以黑棋这个顶呢 也有着蓄力的这么一个味道 先把自己先完全连后 看着你自己怎么折腾 不管你怎么下 局部都很难一手棋下成静火 白棋跳 而且这以后了 之后呢 这边还是有问题的 对 这边白棋因为之前 它的空间非常 它并没有做这一下就换 所以说里边 肯定是有一些问题 是 先钟 先点一下 你看这白棋又是一家 又是一个反击 哇 它们就这种地方 可以说是非常的敏锐 就点一下 你像很多棋手 觉得这点一下就点一下 就沾上蒜 沾上无走位 反正你也不能拿什么 这种首先被点一下 你自己的眼位 肯定是非常的受损 而且这以后 多这个点 可能之后这种靠啊 你搬 这个子就有用了 对 这一加 可能马上就要 把你分断了 所以说他们看起来 这每盘棋 每招棋 看似这部棋 就是想试个硬是吧 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用意 其实 都是经过了这个 明争暗斗啊 每招棋都是 不能让对方如愿 你想点我 我对不起 我肯定是要反击 那么这一下 其实本身 黑棋是没有什么便宜的 因为如果要是冲呢 把白棋倒 很有可能这个局部呢 就脱不开手了 把你滚包一圈 对 那肯定是不会很便宜 这个地方 对 像成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崔之汉跟唐伟星 都是基本展现出了 自己的这么一个风格 唐伟星呢 其实风格也比较 比较独特 你很难用一个 比较清楚的一个字眼 去形容它 它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棋风 但是崔之汉 就是一个 随时找机会 发力的这么一个棋手 你看他就把自己的棋下 都特别的厚 然后随时找机会 一举之胜 那这个时候 他终于忍不住了 现在这一点 白旗小尖 再靠 那这个都是 可以说是一些 非常规的下法 对 如果要是普通的 你像飞一飞 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那白旗就很轻松的脸上了 嗯 就算当过吧 对 这个地方 总之白旗连黑旗的这些 好像 后卫根本是 后卫就没用了 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力 是 那么这一靠呢 一般来说 这种棋是比较过分的 但是现在因为黑旗前面 已经投资了这么多了 所以说它这么下 比较符合时局 对 就是很必然的一个结果 嗯 一做结 而且这个地方呢 左边现在黑旗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结材 就是它实际上这个挡 挡一个 它是跑的 是跑这个 对 因为跑一个 结材还是比较多 你要是吃的话 我下部这个打车还是结 如果挡这个 就只有一个结材 白旗有可能硬结 对 因为你提结的话 它上面 就没有结材了 还可以继续搬 这个地方白旗 还是有本身结的 一旦你一个结都找不到的话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结 就把我开爆了 这一打车 是 但现在你要是一个结 找不到的话 那么 这个结很 很难打赢 这个结 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它先跑 先尝一个 那么这是结在白旗手里 跑的时候 白旗再 把这个吃掉 消结了 嗯 它判断这个地方 黑旗也是损了一大把 因为本身 白旗手旗很难补成 如此高的一个效率 而且这个点跟尖的交换 脚里面这个木树 也非常受伤 有在比虎 所以这也是白旗 为什么就这么 轻松的把结一削的 这么一个原因 而且它可能是担心 在硬结的话 这个结可能打不过 这个结 黑旗肯定要开上去 对 然后黑旗有 再拿这个打湿浪结材 有一个打湿 那你提了 再提 那这个下一个结呢 白旗就很难找到 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 所以说实际上干脆 在你挡 在你尝的一瞬间 它就直接把这个结消掉 那么黑旗再吃 消掉了 然后黑旗再吃 这就形成了一个转换啊 嗯 那么这个地方 转换的结果 也很难去 非常清楚的 把这个得失判断出来 那么双方 就是说可以说 各有所得 黑旗左边 吃掉这四个 木树上 已经是得了 至少15木旗以上 是肯定有了 而且这样 外面黑旗就全部变厚了 这个断点也没有 这个断点 因为本来你要 这个地方没吃掉的话 这种地方什么 点一点 有一些借用的 以后总是令黑旗 非常的头疼 是的 而且这个地方之后 脚里面白旗 也出现了一些 一些问题 骑心问题啊 如果就算是 比较简单的 就走在这种地方 或者先拐一下 再尖 然后又是 有一个金贵脚的 这个地方肯定是 当然黑的这个下法 是最简单的一种下法 不知道还有没有 什么更强的一些下法 比如说 是什么直接点在这种地方 都是有可能 对 这里面白旗的味道 肯定是非常的坏 那么唐伟星肯定也是 这个时候 大概判断了一下形式 他觉得 我这个消息啊 已经获得了 非常可观的利益 而且自己毕竟 这块旗呢 还并不是活得 非常的干净 所以说他 现在这里 小尖 那么这首旗呢 也是 第一 他把左边这个味道 基本就全部消掉了 而且同时呢 也是在声援 下面这几个白子 那么这地方 以后如果作演的话 这多一个飞啊 总是要 要好很多 对于这个 做活来说 是 这部棋 这部棋 但是我觉得啊 他好像有一点 太文件了 有一点太文件 看起来太文件了 那可能也是 唐伟星对这个形式 也比较自信 觉得 把机下的简明一点 也没什么不好 如果要是形式 非常的不乐观 或者觉得明显吃亏的话 他肯定是要 先把这个先抢 对吧 这个左上也是非常 明显的一步大场 是 那么 这部小尖 是不是也 唐伟星对这个局面 至少还是非常的自信 那么 这个转换过后呢 其实双方 可以说 基本打了一个平手 形式呢 白棋目数 肯定是比较多 因为这个 通过这个点啊 还是相当的损控 但是呢 黑棋把这个四个 吃完之后呢 可以说全盘变得 是非常的厚 以后黑棋 以后白棋这几个字 肯定是 难免要受到一些搜刮 黑棋打入 白棋呢 就简单的一跳 黑棋小尖 黑棋小尖 这个地方白棋 是留有一个度过的 留有一个拖过 那么 接下来的这一步棋呢 会说 因为是这盘棋也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对局 那么在网络上啊 包括这个各大视频网站呢 都有着这盘棋的直播 是 那么接下来一步棋呢 唐伟星 这一首可以说是非常出乎 众人的意料 那么 我们先说一说就是 崔着翰 包括他们这些旗盘 旗盘大腕 都有着非常响亮的这个绰号 那么我们都知道 崔着翰的绰号是 催毒 催毒 对 出手角度都非常的诡异 然后咱们古丽是古大利 对吧 对 这些绰号一听起来呢 就觉得 一听就 大家对这个人的棋风呢 就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大概的一个了解 对 但是这个唐伟星的这个绰号呢 比较奇怪 他的绰号 他是什么绰号 他是这个 是孟太林给他起 叫棋檀不好脚 这个字数也比较长 名字也比较奇怪 就是说他这个棋 你很难说这个棋风 你用两个字三个字 把它概括起来 但他就是非常的不好对付 那么我们看现在这个情况 一般正常思路 你既然把我这个肩 而且我下面留了一个拖过呢 我其实就上面 简单的走一走 就震一震 对吧 然后你把这个贴死 比较正常 是吧 我就上面 再抢一手 这样我觉得看起来是一个 比较正常的这么一个思路 因为左边毕竟这一拖 其实黑漆也并没有吃到太多 就是寥寥无几 这边搜挂一下之后 而且毕竟这个左边 左边已经这么的厚了 你就让黑漆把这个字吃掉 其实也没什么 也比较正常 是的 那么接下来一步棋呢 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 这个棋檀不好脚 这个绰号的这个 它就有点出乎意料的 非常出乎这个 观者这个意料 那么接下来它会做什么选择呢 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个 小小的这个 这个弥面 那么我们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来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 好好见识一下 这个唐伟卿 到底是有多么的不好脚 对 像唐伟卿其实是去年的 三星杯的冠军 对 所以众人也是对它抱有了很大的期待 对 而且肯定是它的对手们也都在很仔细地去研究它 但是我想即使研究的再仔细 我觉得崔着汉也很难预料到 唐伟卿这个时候竟然是从这里还要倔强地贴出来了 这部棋实在是 因为明显 我们看起来它有点装厚实的感觉 对 它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因为这个地方可以说黑的已经厚的跟一个铁板没什么太大区别 你还要从这里杀出来 而且这个木树也非常有限的 我们刚才说 就算让黑鸡吃了也不是特别大 对 按理说 正常的四路来讲 肯定是要把这个子弃掉 或者就下来简单的 比如说拖 直接拖过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但是还要从这里强硬地贴出 因为这个铁你属然对黑鸡这块其实是不可能有任何威胁的 对 只能是威胁一下这两个 但是它一跑也跑得很快 对 如果从出头的角度 黑鸡肯定是在白鸡前面 对 那么我想吃吃看看这部棋肯定也是火冒三丈 要是太不大我当回事了 直接虎在这里 在出头的同时呢 把你分段 这个拖过 这个地方就是没有拖过 这个拖过现在就不存在了 然后白鸡再小飞 它这个棋下的呢也很灵活 是吧 它如果要是这么在傻傻地长或者跳 那确实就是不太是自己世界冠军的这么一个水平了 这样的话再被黑鸡飞过来 就显得太苦了 这个头如果被黑鸡这么长过来的话 那这个白鸡跑出来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白鸡贴了之后 飞抢头 那么其实还是有着一种弃子的可能性 如果你要是把我扳断 那么其实白鸡的目的是达到了 这样的话你要吃掉我 那我再拐 这样的话 那我还得补一手 我在弃子的时候呢 给你留下了很多的借用 那我还可以借着力 这边还能打 对 你挡住呢 我这上面还有着打吃啊 包括以后小飞啊 各种各样的先手 这样弃起来肯定是比单纯这么正被压缩 比刚才要厚多了 效果要好很多 那么其实这个唐卫星也是有着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见解 他也不见得是非要把这个就连根就给拽出来 看情况 齐风也很灵活 但是不管怎么说 其实还是看起来没什么太大必要这么下 还是觉得他这样贴出来有点自寻烦恼 对 本来应该是白鸡比较好掌握的一个 好像把对手赶到了最大的一边去 强迫你下大的地方 这样的思路真的是不好讲 真的是不好讲 非常奇怪这个思路 但是真的是这么下 你也必须给拿点真东西来 像这个靠呢 你要真的是比如说大家一起往前贴一贴 那么可能是飞一飞 人家拆拆二是不是 那唐卫星这个真的是什么都走到了 我既把这个跑出来上面接着到了时空 你自己其实还没有完全的 完全的 还以后还要攻着你 对 那这样就反而进入到唐卫星的这么一个调子当中 不过催毒也是 这个能够看出来的 直接靠 局部呢 肯定是最紧凑的一手 白棋一扳 黑棋接着连扳 每招棋可以说下都是最强的 最强的下 普通感觉自己很弱的时候 不敢下这种招 但是因为现在毕竟黑棋这个贴呢 都是潜在的一些先手 所以说白棋如果要是直接发力的话 比方说 比方说你要是看觉得我这个靠航有点过分 你要直接搬 那其实局部黑棋一段 就可以很轻松就防住了 你打吃的时候 我再反打 你提掉吗 我就算简单的 打吃也可以 打吃也可以 这样 就把整个封在里面了 白棋就明显被黑棋接劲了 我就不需要下这种贴的俗手 所以说呢 他也不怕白棋直接来 白棋先搬 黑棋连搬 白棋打 接住 接回 这几手棋 黑棋一下就走到了边上 这个实地显得 显得比较大 而且这样黑棋再贴呢 可以看到上面这个交换就可能便宜了 如果你现在要是 长 那么我这一手棋就可以把你拐住 这样的话明显是比黑棋接着再往这种上贴 要要 比刚才要 效果要好很多 对 这上面都有很大的浅 这样如果你要是 成空的空间 敢往下飞的话 它甚至 直接就要把你冲断了 这个地方 哇 这么凶 因为可以看到 全局是黑棋明显厚啊 下面白棋还有一块不安定的棋 嗯 冲一段这个白棋作战了 肯定是不太有利 是 那么贴白棋也这么像是从这里来贴出去 这个时候可以说双方呢 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一个战斗的场面 一般白棋这几 几时要要求度过 对 黑棋长过来的时候 总感觉白棋还是有些苦 因为下面不管怎么说 白这块棋没有活 对吧 白这块就没有活 你要是形成一个缠绕的一个局面 我得度过 现在 因为被你都针到头了嘛 对 而且主要这个头被一般再长 看起来黑棋就非常的舒展 完全可以满意 就让白棋先跳 那么接下来这首棋 因为这个跳也是防止这个端点 你要不跳的话 这么一段 这四个子就死进去了 他这一跳 那接下来这首棋 我觉得可能是本局崔着汉一个 比较不容易发现的一个缓手 可能是 他实际上中是选择在这里跳 等白棋靠出的时候呢 在这里又自己花一首棋 接补了一个 就这三招棋呢 看起来确实非常的厚实 但是其实有一点点感觉是 有点错过战机了 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 你也看着这个接是 不太想花这首棋的感觉 但是你如果要是接着再往上走 再被白棋长 你这个可能就有点左右兄弟打架 这个地方就不是很好补了 其实好像黑棋 这个时候最强的下把 是像他实战中那样 直接把白棋分段 这样 因为白棋大概贴 黑棋就长 这样是白棋手上 肯定是要被分段进去的 那问题的关键是白棋这个地方 最后我得度过吧 对 白棋这个地方并不是很好度过 拖的话黑棋可以考虑挖 白棋吃 你可以看一下 黑棋再吃 白棋断吃 黑棋接住 白棋的时候呢 这边有爬回来 对 这个地方呢 黑棋可以选择先断 先断 断白棋吃 先不损这一下 对 先不损这一下 你先断 如果你要吃 我再爬回 再爬回 那这样的话 其实白棋这个处境呢 其实相当危险 因为你要是提 黑棋顶住 下一步棋呢 你就算白棋可以在这地方苦活 你这个地方被我一打吃的时候 你这个三个棋筋呢 就不能要了 那这个地方等于黑棋就厚了 对 这个地方我就不需要去画这首棋了 对 这两点必得其一 那么我这个时候 如果能下成这样的话 我肯定是直接就走上面 不管是跳完 或者是甚至直接可以搬在这 都有可能 我就跳吧 我就跳完这个时候 我再搬 我就没有任何压力了 这样我肯定不会去 这里就是白白地补上了一个断碾 这样把这个断碾 这首棋就省下了 这个 不知道当时崔之汉 他是基于一种什么判断 选择这个跳了 钻回 但是从他后面的这个下法来看啊 明显是感觉上 嗯 有点措施战机 好像慢了一拍的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实战 他是 嗯 实战是 跳完接住 就能自己花了一手 这些都没有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白棋看你既然自己补了一个 那我也把自己做后 我把自己先脱过 这是实战的下法 黑棋还是像我们刚才一样 把这个分段 那这个分段呢 看起来似乎的 它的意义啊 就并不是很大了 贴 黑棋长 白棋拐 反正刚才白棋根本不可能腾出来 这再拐一个 这个拐也是 很大的一手棋 他下一步棋 把自己这个地方就全都走后 如果不走的话 这边一贴 可能形状上 白棋都很难处理 这个黑棋这个点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要扳过来 对 而且 它补也不好补啊 就没有什么影位 而且甚至是不是直接 这个地方直接有一扣 直接可能一手棋就被扣断了 是吧 那我贴这边 一挡 这被 这是不是可以接住了 接住吗 接住完 从这个地方再一冲 好像这个 冲死我了 这边 而且即使不粘 就算这么长出来 这个也是明显是被分断的一个形状 嗯 这个影位有点问题 那么但是你现在 这慢了一拍之后 再分断它的意义 已经并不是很大 不过来 我们看一下实战机 冲 抬起挡 断 断下面 接 嗯 它没有 它没有进 它是直接挡在这里 这样等于黑棋 其实看起来一直在冲击白棋 但是由于这个地方 一开始 缓了一手 这手棋 就是让白棋度过了 自己没有什么用 对 而且之后你这个斑断下来 好像就用处并不是很大 这个地方 嗯 我们再看几手 好 点 靠 它这个时候再去 左上去斑断 再下这个手段 嗯 还是刚刚那样 哎 这样白棋打出 是挖的 没有 它就直接斑断 它这个地方 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这样白棋就觉得 虎术就可以 可以满意 接住 它再这么下的时候 好像效果呢 就并不是非常的明显了 提掉 顶 白棋 坐眼 那么通过这一坐眼呢 可以看出来 这个白棋这块 基本上就已经 火干净了 而且这个地方 它多了一个拐之后 这面是不是已经 这一跳 已经基本可能 这个地方就要连回去 这个可以说 这个粘啊 跳了粘 连回以后 这个块也安定了 是吧 可以说 这个跳粘 可能是本局 摧热汉 一个比较遗憾的 一个失误 至少 目前看起来 在伴住 因为现在 再吃这三个 就意义就不大了 就这个 已经补上了 而且现在可能 人家白棋都 不一定要给你吃 你吃这个的时候 它直接就从这一跳 你就已经 比较为难了 你本身 已经不是很好下了 因为它只要 多了一个拐 对吧 这个时候 黑棋就在 搬住 那么这样 就明显 有种慢了一拍的感觉 白带一团 全部做后 那么 下成这样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 黑棋等于是 很难继续有一个 继续进攻的 这种可能性 它现在在这里点 这个点呢 是一个 是一个先手 不走的话 黑棋可以接 白棋挡住 黑棋在 拔结 对 提结 哦 提结的话 我是 只有往后一步吧 对 然后这个地方 黑的有断先手 之后 这一打吃 这个地方是 有一些问题的 有一些味道在里面 所以这个点呢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先手 但是现在由于 白棋的本身 整体的这个 下面这块眼位 它只有这一块棋不活 你想做出一些 攻击手段 本身就比较困难 所以白棋现在就腾出来 把这个 彻底手机提进 那这样的话 黑棋还是很难 攻到这块白棋 顶 接住 挑过 白棋靠出 那这样呢 就基本上 双方进入到了一个 可以说是 关子绝胜的 这么一个阶段 因为黑棋 一旦是 一旦渡过了中排 对一旦是 攻不到白棋的话呢 那就也没办 之后就进行说关了 它现在上面断吃一下 重新回到 围上面的这么一个 断完之后是 搬起来的 搬这个 长 贴 然后这先夹了一下 继续贴 那么这个贴了很多之后 自己其实黑棋 先长了一下 白棋接住 再贴 这一串下法是 把中间这块 把这块围下 但是围这块 其实 上面由于有一个斑 然后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断 其实黑棋 本身 就有着很多的弱点 而且这块 毕竟自己 这还牵着一个断点 所以说 其实黑棋这么下 感觉上并不是 它的本来的 最初的一个想法 因为这个地方感觉上 直接分断 白棋应该是 非常苦战的一个局面 现在其实等于变成 就是简单的去收控 收控 那么这个木树 其实黑 好像黑棋 并不是很占有势 但是形式呢 其实还是非常细微 拐了再搬住 白棋断 黑棋立 你贴完之后 不长 先飞的 它直接飞的 不是怪的 白棋 白棋是点刺 黑棋冲 白棋再冲 黑棋再挡住 白棋断 这个断也是在考验 黑棋的事情 本来因为这个地方 黑棋粘这个是先手 那么如果你要是 把这个卖掉的话呢 那么之后这一冲啊 黑棋这个地方就非常的薄 所以说这个段 黑棋也没有办法 只有单力 白棋长 粘 但是先手 对 黑棋跳 他先粘掉了吗 没有 他先跳了 跳 把这个提掉 黑棋粘一下 黑棋接 黑棋再挡 这是白棋的一个弃子 对 便宜 这样 等于把这个先手提掉了 棋棋进行到这个时候 可以说真的是彻底进入这个关子 关子争夺这么一个阶段 但是我们大致的看一下木数啊 左上白棋应该是有大概接近二十木棋 二十三 十八木左右 十八 十八木左右 对 而这地方如果要是我算成我班单先手的话 我下面 也至少有十五木 十五木加上十八木 三十三 三十三 中间大概有个 四木 四五木 三木吧 三十六 这个不是贴着做出来的 三十六 加上左下 有 有八木棋左右 全局白棋肯定是四十五木 是非常铁 但黑棋呢 其实这块孔没有想象中这么大 因为我们之后看一下 白棋现在挡 白棋冲 白棋先冲一下 白棋再一搬 这个地方以后还有搜刮 因为这个地方黑棋需要注意 黑棋搬的时候 黑棋不能直接挡 直接挡的话 这么一挡 这样杀器呢 就杀不过 对 所以黑棋需要先接这个 但是接的时候呢 白棋这个地方再一搬 黑棋局部就很难去强杀白棋了 本来如果要这个地方有紫的话 黑棋一拐 拐就死掉了 白棋肯定是很难做活的 是 但是这样如果你要是还是敢直接拐的话 被白棋这个地方什么一拖 有很多的借用 有很多借用 这个地方黑棋已经是很难吃掉白棋了 黑棋就算挖接呢 挖接 挖接 白棋就一尝 不打 打吗 打掉吧 打掉 打掉 这个打没什么好保留的 然后这边你要补一个 对 然后你补这边跟这边是两边是建核的 这样 对 那边就活了 这样是吃不掉白棋的 就是看起来黑棋好像飞了半天进去围着白棋 但是它效果 其实最后 围到的指示 对 围到指示 这小块而已 就是上面十五木棋子 最后大概我们摆一下后面 好 搬黑棋顶 它是先搬了一下 其实这个地方白棋如果下的更加细腻一点 它甚至可以先搬这个 先搬这个 对 先搬黑棋如果要是拐 白棋再搬 再搬这个 这样的话 就有点黑棋中介的感觉 这样黑棋就没有办法 因为刚才沾这个石被白棋就活 可以只有挡 但挡白棋可以挡这个 但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一个全局判断的一个问题 因为白棋这一般也很损 这一下也很损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打结 打结 是不是有一个打结 打结是有一个缓一系 但是打结不知道怕不怕 搬了再做 做结 对 但这个就好像是牵扯到一个判断问题 但是好像如果要是能吃掉黑棋的话 白棋的木树得的也很大 如果不搬这一下 白棋之后可以挡 搬挡 然后再鼓这个 有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关子便宜的这么一个手段 黑棋长 白棋搬一区 我们简单摆一下 一搬一区 这翻打会因为黑棋非常痛苦 起掉 然后这一反棋是有一个联络 这样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教科书般的这么一个棺子的一个桥 但是实际中 唐远星觉得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必要 就搬掉算 搬掉 然后简单的把这个活掉 这样黑棋就只有点 白棋虎 黑棋拐 白棋作活 这都是鲜手便宜 这就在这里 这样双方就进入真的是最后的关子中度了 一核 也是非常大的一种 白棋 走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样可以看到 其实黑棋真的前面 飞了很多进去围这块 我们做点点木 这白棋粘一下再搬一搬 也就围了大概15木棋左右 哇 这个比这个还要小 因为这个毕竟是之前黑棋好像看起来贴了 贴了很多个加一个五油角 本身这个木看起来应该总是30木朝上的一个状态 但是没想到刨去白棋这脚里面还有丝木 它并没有获得什么很明显的这个这个木树上的得意 收益 再把这个断掉 那之后这都是一些进行了很漫长的一个关子中度 这个时候 但即使像这样局面依旧是非常的稀微 这些火 然后白棋跳 黑棋跳一 白棋顶住 这地方白棋不敢直接去断 断的话黑棋有一个挖断 这是黑棋跳的一途 因为这边还是比较厚的 对 挖 挖如果要是打这边黑就长这边 这个两边 两边这个断碱呢黑棋总能各然其一 对 打这边的话 就退回就可以 退回就可以 对 也是同样的两个断点 所以跳的时候白棋就顶住 但即使这样黑棋这个木树也是显得非常的少 你看他们补断点啊 都不是直接补下 效率都是非常的高 都是要 哎 左借用一下 右借用一下 这个也是他们 比较细腻的这个地方 七十 七十一 上面有一个 走了几下 这些都是白棋的先手便宜 然后顶 先顶 等黑棋退的时候 再爬 又是很巧妙 黑棋小肩 白棋先爬 先挤了一下 然后靠着 黑棋提 这个黑棋后面收的可以说是利用自己这个后卫啊 也收的非常的非常的漂亮 白棋接 先手顶 先手顶 一挡 大吃 接着 然后 然后是下来什么地方 这到后面棋谱就比较难找了 后面 把这个把这个吃掉 把这个吃掉 白棋 切 那么接下来后面是也进行了这个非常这个漫长的这个关子争夺 但是后面黑棋通过自己的这个之前积攒的一些后卫啊 还是获得了一些关子上的一些小便宜 但最后唐永星这盘棋的结果呢还是以半目去胜半目险胜催着汗 对 在四人的这个小组赛中两胜催着汗可以说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 对 那么这盘棋我们大致总结一下 其实之前布局来看这个左边这个转换啊 还是双方是一个非常说不清的一个一个转换 得失难明 但后面白棋其实这个贴出啊 虽然很体现这个唐永星的棋风 但是总感觉效果并不是很好 那么黑棋最后我觉得一个沾的一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手 可以说是非常遗憾的没有把握住战绩 那么也是目送这个唐永星进入到本届的这个十六强 是的 那么也希望唐永星这次能够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啊 对 也能更进一步 那么我们也很高兴为大家讲解这一期 是的 谢谢大家收看 好 我们下次再见